卡卡老婆 大家好我是贾经文 大家好我是英九 今年暑假角落小伙伴开启全新魔法世界 被留下来的舞和想实现梦想的小伙伴展开角落小生活 角落小伙伴电影版蓝色月夜的魔法之子 我觉得因为前一集有一些角色上的扮演 所以声音会比较活泼 但是这一集的角色的部分拿掉 变成魔法的东西多 所以你可能要在讲故事的部分 让小朋友觉得跟着你的声音去进入故事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讲是有点挑战 我想让他太紧张 让他自然一点 也不要太多的准备 所以可是我也想听听看他的声音 所以就到他房间 我说你也没有听 声音很小 我说你要放出来没关系 因为我很紧张 我真的很怕我到时候说得不好 我一开始会觉得大家可能都比较严肃 可是当我真的进去之后就发现其实还好 就是他们都会帮你跟你说这句话要怎么念 帮助你把它变得更好 有一只最少的 最年纪最少是舞 她很像波妞 我第一次看到她就跟她说 哇 这也太像波妞了吧 因为波妞也是只有两颗鸭尺 也是小小很可爱 然后爱捣蛋 其他四个魔法师我觉得都 就是比较照顾最小的 就感觉很像是我跟鼓鼓一起 就是在照顾美眉的感觉 我想要实现的末场是 全世界的语言我都会讲 这样子我就可以到哪里都 可以帮助大家带着大家去努力 如果我有魔法的话 我应该会想要去动漫的世界 就是可以跟我一样的角色 一直互动对的 因为我觉得那样 好像蛮酷的 我觉得很亲密 然后互相依赖 她比较像我妈妈 我们的关系 就像妈妈说 就是妈妈不要讲了女儿 因为有时候 比如说工作太久回家什么的 我都会比较去帮忙她 做她也想要做事情 谢谢 这是我第一次 跟我的宝贝女儿Angel 一起帮角落小伙伴配音里面 充满了魔法 这些魔法你们很好奇吧 欢迎你们进戏院 跟我们一起观看角落小伙伴 赶快进戏院来看我们配音吧 为什么你讲这么的专业 因为我就 我的工作很久了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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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